在thisray当中要进行验证性的因素分析 首先在file当中产生新的语发档 假设要读入的是spss的资料档 则在第一列撰写sp表示spss等于第一叠下sem资料夹下的chp4.sav 后面的在此直接贴上 第二列再说明的是模式表示有11个观测的指标 有三个潜在的变相 其中1、2、3是第一个因素的指标 4、5、9、10、11是第二个因素的指标 6、7、8是第三个因素的指标 因素的名称命名为f1、f2、f3 pd表示要画出进入图 在output当中则指定一些关键字 接着把档案另存成cfa印证性的因素分析 在output当中则指定一些关键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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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着点选run this row就可以产生进入图 如果已经撰写过语法 那么在file当中开启旧的语法档 在这里指定cfa.ls8开启 开启之后执行run this row就可以产生进入图 在进入图当中一开始呈现的是原始的估计值 在这边也可以点选标准化估计值或是t值 修正指标 即概念图等等 在window下可以看到有cfa.out 这是文字的输出档 有比较详细的结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護标